Hello, Good evening, 大家好 剛才很開心 因為我們有很多涉獵不同的話題 Pauline作為一位單親媽媽 她做得非常出色 教到兒子很聰明 也很孝順 如果剛剛這條影片才進來 可以看之前的影片 看看怎樣分享 另外這條影片我講講 蔣志剛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看她演戲 覺得她很有幽默感 作為一個喜劇演員 她很多時候都是做一些比較搞笑的角色 但她做一些嚴肅的角色也有 那時候我印象中 較近我看她的劇集就是 何摩迪 她做了一個教授 好像奧因斯坦 不如我們看看她 究竟她迂迴曲折的演藝 原本她不是想做演員 原來她有很多事情想做 而且她的起點 是跟張國榮有關的 相同的 和她的起點 她差一點就可以做了 第二個林子祥 為何她做了一個藝人 我們一起看看 待會我講完資訊 我又打碼給Pauline 說一下如果一個夢想幻滅 的時候 那個自處是怎樣 又讓Pauline 分享一下她這方面的智慧 好嗎 就說了 蔣志剛是娛樂圈的一股清泉 其實她好像嘻嘻 但其實她原來是很有內涵 她為人比較低調 淡薄命利 對於物質的要求不太高 又或者她不能夠以細了眼光 去決定她的成就 其實她在這個複雜的大眼光 娛樂圈是一個清泉 她自己並不願意透露自己的出生年月日 有很多女明星很怕別人知道她的年紀 嘻嘻掩掩掩 但她作為一個男人來說 又玩這一套 令人覺得她有些古怪 原來她自己是深研究哲學 但她亦表明自己沒有名份的時代出生 亦是一個沒有名份的人 另外她有隱身的功夫 自從小學的時候 她就體驗到人生的險惡 她在童年的時候 她一旦經歷了一些不開心的事 原來她經過一些傳媒的滑料 就知道她在1961年7月2日生日 也是巨蟹座 即是很家庭 她的父母在她小時候 在內地逃亂來香港 全教是教會去接濟 然後她一家受到感召 所以她的信仰亦是令到她 不能成為大明星的原因 你知道為什麼嗎? 我稍後說說你就知道 看完這部影片 你會對她更加了解和令眼相看 她這個人原來是一個很特別的演員 她自己因為信仰關係 她是錯失了很多主演的機會 這一個容後再說 怎樣她的起點和張國榮有關 原來她爸爸在她很小時候 因為她和她添沙咀開西裝店是過活的 幫人做衣服 但如果她的爸爸和張國榮的爸爸比 就差天廣地了 因為張國榮的爸爸叫張活海 叫做Taylor King的 洋服大王 身為香港龍江總會的副主席 和洋服商聯常務理事的職務 有錢也不得了 作為一個裁縫的職位 但張志剛的爸爸比較慘 別看說有店 還有一個小製衣廠 過著的生活也不算太差 但在她小學的時候已經絕學了 沒有讀書 原來她小時候的記憶力很強 但她偏偏數學很差 最終未能升學 她覺得退學真正的原因 可能是和家境有關 她說她自己是一個有實力的人 但好像張國榮一樣 可以被送到外國讀書 為何她的哥哥也沒有畢業 完成學業 在她沒有讀書之後 她去了她爸爸的小製衣廠工作 她哥哥主理的舖面 但她在工作一呆 就呆了七年的時間 能夠做專業的裁縫 原來她懂得做衣服 做一套西裝出來不在話下 上了七年的裁縫的光景 在她爸爸過世之後 她曾經說過 她爸爸一去便不復返 從此便不受到約束 所以便可以自由自在 所以當她爸爸過世之後 立刻和她哥哥已經違背祖先的教訓 不再繼承她的副業 而且將店鋪結業了 國賓前程和她哥哥 究竟她做甚麼呢 原來是去玩音樂 對音樂自小都有興趣 在工作之餘 又彈琴、寫歌 覺得自由自在 全心去投入 和幾位志同道合的樂隊友 組了一隊樂隊在夜總會演唱 雖然在那個年代沒有什麼名堂 很多年代的年輕人都會去歌廊唱歌 合唱樂隊 但唱完便算了 但她很快又投身在電影界 但她發現 相比起音樂來說 她自己不是想做演員 大家知不知道她原來想做甚麼 原來她想做導演 我小時候都希望我自己做編劇 或導演或 copywriter 但她說 那時期她無所事事 就會去電影院看電影去解悶 連接看了幾部 黑澤明、李漢祥的電影 以無反貴的愛上電影 希望立志成為一位優秀的導演 當然導演做不成 但她先做一些集工 或基層的工作 但後來她的目標一步一步地邁進 幾乎幕後所有的崗位都做過 在1982年 在1982年的時候 阿倫伯公愛人女神 她是做攝影師的助手 有時舉起反光板的工作 最高都是做到副導演 她曾經做過一些臨時演員 例如1981年 有一部電影叫空蝶 她做了一個叫阿藍的小角色 所以她早期的花名叫阿藍 為了實現她做導演的夢想 她就去報了夜效 惡補英文 為甚麼呢 原來那段時間她為了實現的夢想 她就要學很多英文才能明白西片 又或者看外國的關於製作電影的書 所以她一步步實現自己的夢想 不是只有想字 而是有計劃去實踐 去達到自己的夢想 但在電影 樂足功夫又如何呢 她一度認為電影可能是她終身的職業 只不過有時很難圓夢 她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日夜去追逐夢想 但現實始終是要吃飯的 雖然她自己很努力去實現的夢想 但始終沒有人去提攜 進不了電影公司 只能去一些獨立製作公司 小公司 但獨立電影很難生存 亦沒有人物的網絡 有一段時間她半年沒有公開 為了生存 她就再次拿起麥克風去唱歌 加入了一間專門錄製一些口水歌的唱片公司 模仿很多歌手的唱歌為生 口水歌自然不能夠上大台 但她錄製了大量的口水歌 放在廟街的地攤發售 粗略古貴她唱歌的口水歌大約是三百多首 她也監製過廟街歌王雲剛的專輯 其中看見雲剛寫的名曲 《相是大隻西》和《行企樂》 兼合唱 相比起雲剛的色情歌 她監製的唱片 是比較乾淨的一張 沒有那麼多色情歌 但她覺得這些都是雞毛蒜皮 譬如有一個歌詞 她監製的《相是大隻》是這樣的 你媽媽原來是女人 不是你媽媽大減嫁 你媽大減嫁益你爸爸那隻 她不是這個 但她說你媽媽原來是女人 她填的 充分證明了她在這個色情歌領域裡的文彩 但她模仿能力非常強 譬如她模仿誰呢 鄭少秋 羅文 林子祥 她私底下人家叫她年輕 但未見過她劉碟蘇 所以她入了無線做這麼多年 為何沒有人會知道她有這些才華 如果寫的角色可以發揮她本身的才華 那是否多人會喜歡她的電視台其中一個演員 你要把演員的優點發揮出來 讓多人喜歡她 自不然她有份參與的影片就會多人看 所以她們無線培養人才方面 我覺得她們不夠好 不夠全面 經常用來用去 用開那個是經常用那個 當時她曾經 因為這個小孩子被人稱為小孩子 她是啟律遊樂場的時候 徐小鳳也在那裡登台過 叫她羅文仔 為何呢 她扮什麼似什麼 扮羅文都可以 唯超唯妙的 連小鳳姐也在笑她 另外 她在1985年的時候 林子祥準備開個人演唱會 但有人建議 有一個叫做蔡志剛的口水歌手 和你的聲音很像 不如你們兩個合唱 當作噱頭 林子祥覺得挺有意思的 就同意了 見面了 當兩個人見面的時候 林子祥一聽到蔡志剛 果然翻版這個也不錯 有看頭 可以當作當時演唱會的秘密武器 為了增加效果 林子祥把蔡志剛的英文名叫做RAM 把蔡志剛的名叫做RAM 當時RAM 左右兩個雙星度 結合上來 就還回立體星 所以當蔡志剛一出場的時候 還要扮大猩猩 挺有趣的 但他上去演出 在觀眾面前 每個人都很大笑 一邊的人覺得 真是拍案叫絕 接著他這個經驗的演出 引來保利金的注意 去到1986年的時候 跟他簽了約 但他毫不猶疑地已經簽了合同 在當年他四處漂浮 生活非常困苦 在街邊等著刺魚蛋 接著流水、喊口水 現在入了保利金的大公司 成為了一位職業歌手 不可以經常在街邊刺魚蛋 經理人應該跟他說 你現在是歌手 不可以再坐巴士、公共交通工具 要坐的士、出入 就算你沒有車也好 當時保利金之所以簽這個蔣志剛 只是可能一時覺得他那一剎 但之後就沒有將他捧紅 但他也安排跟蔣來平合唱 做一首歌叫愛你一個 但你們有沒有人記得 原來這首歌 之後打入86年第二屆的ABU 亞太流行音樂曲創作大賽 原來他自己寫過在比賽前夕 他跟一班BANG友 那個叫王耀光 誰是王耀光 不是王耀明 原來王耀光是RAIDIS 陳德章和王耀光是RAIDIS的 陳德章就是周慧敏 Before魏鎮的男朋友 他們一起邀請他那隊BANG 合作過 並以保利金的旗下歌手去報名 但他沒有辦法同一時間 所以王耀光 後來就找了陳德章 所以就組成了RAIDIS 這一個 如果不是他翻中是 周慧敏的男朋友也不出奇 不是說說說 因為他個人也比較目睹 我相信他未必一定會哄女生 懂得聰明也不出奇 不過你知道 後話是緣分 後來他就覺得 對未來RAIDIS的音樂 他自己有份參與幕後製作 曾經有人說過 他是不是RAIDIS第三名的隊員 還有第四名 這就是他所謂的音樂夢想 當時他也有一首自己作曲 然後向雪懷填詞 向雪懷也是一個在那個年代很出名的填詞人 有些歌曲 但是你以為 向雪懷幫蔡志剛寫了 我也不想說放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但是當時參加這個比賽 就有RAIDIS 她說吸煙的女人很紅 結果RAIDIS就拿了亞軍 倫永諒的歌詞 就拿了冠軍 但是蔣志剛就拿不到名次了 這些是是也命也 然後在那一屆比賽 還有一個人很紅的 大家知不知道是誰 在瑜的王海琴 他一首包辦了詞、曲、唱 一首包辦 紅到不得了 寶麗金即時簽了王海琴 蔣志剛、王海琴 並且在那個時候 上一屆簽了寶麗金的 就是李克勤 堪稱為寶麗金三寶 好了 有了這幾個寶貝的話 但是你也知道 公司的預算是一丟一丟 你說這個也未必能夠 第二個 所以這些資源 就去了王海琴和李克勤 而這個蔣志剛就變成了頭閒致散 另外他出過其他唱片 但是反應也不太好 反而李克勤和王海琴 在那個時候又越來越紅了 去到哪裏呢 去到八八年又有些不一般的 直到去到九零年的時候 哇 這個閒運一條龍 當時他有一首歌 準備出碟 但是他因為很重視自己第一張的個人大碟 他就很珍惜 但是剛巧巧 那時候 他原本精心爆製一首歌叫計算 是一首合唱歌 在那個時候 剛巧巧 卡拉OK就開始興起了 市面上不少的合唱歌 不少的合唱歌 應運而生 當時有一首合唱歌叫什麼 《雙逢何必親相識》 那首歌《雙逢同事天涯淪落人》 《雙逢何必親相識》 為什麼只把線呢 這個是白居易的一首詩詞 好了 就拿了這兩句 但是因為這個專輯的監製 張志剛風雲樂隊的隊員王力明 就向經理趙用琴提議 她說我看一看唱唱 《要走的始終都要走》 這個和音的歌手 看看如何 接著 這個經理 她就說 不錯不錯 找這個女生 就找了一個女生 跟我一起合唱 叫做什麼呢 叫做Rita Corpio 你記得 這個杜麗莎叫做Theresa Corpio 是她的家族人 是誰呢 就是韋爾山 韋爾山出生在福利賓的音樂世家 是杜麗莎的堂會 1982年曾經參加過新秀歌唱大賽 就是屈居梅姐的第二名亞軍 而梅姐那屆就是冠軍 所以趙潤勤不僅將韋爾山和蔣子剛合唱的相逢何必陳相識 亦幫她改了韋爾山的中文名 很多人都知道她是Theresa Corpio的堂會 叫做Rita Corpio 我現在打電話給Pauline 我們講一下 我們講一下究竟人的夢想 當你追逐夢想的時候有什麼 看看她有什麼生活智慧跟我們分享 好嗎? OK 現在打電話 Polly 有什麼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說一下 有沒有補充 補充 你的題目是否講夢幻 希望幻滅 就是講蔣子剛 她的理想 因為剛才講了她的經歷 跟著譬如說 你會不會有些東西我漏了 譬如說梅姐那屆 原來第二名就是韋爾山 那時候你這麼喜歡梅姐 有沒有看那屆的新秀 又或者你對於夢想那些 你發揮一下 先講一下新秀 我剛剛去了外國的 夏季學校 回來後我的朋友就說 啊 夢幻芳啊 這個就是我昨天講的 Tone Boy的朋友 快點看我還有幾個朋友 那我就講梅宴芳 但是那時候我就 不是很喜歡梅宴芳的 因為我覺得她很封塵 那時候都是喜歡陳八強那些款 很老實說 官仔刮刮 是的 輕學院派 不是輕封陳派 那就對她一般了 那很多年之後呢 其實我對韋伊山的認知 我知道她是第二名 但是我那時候 慢慢地找回梅姐的資料 原來韋伊山那時候說 她覺得她應該是冠軍 那這個我都找回 那些搜尋 Google搜尋 什麼搜尋 看回 她說她唱得比梅宴芳 那我聽完之後呢 我又一般地看她 這個就是 其實我對韋伊山認知 當然是Theresa Carpio的課會 我知道 她唱歌都是很好聽 說真的 她唱歌都是很好聽 我沒有 只不過她說了一句說 我覺得我唱歌是好的梅宴芳 在這個世界上 有兩個歌手 說了這句說話的 她應該跟我的梅宴芳唱 另外就是 我姐姐有一段時間都很喜歡 有關淑儀 是 那當然 其實當然這個世界上 有人唱歌是好的梅宴芳 只不過梅宴芳的包裝是好 我喜歡你用這個字 我喜歡你用包裝的這個字 是的 梅宴芳的包裝 所有東西都在一起 就變成了一個天后 但當然她不是唱歌最好的那個 老實說 是真的 那這件事就是 你說有什麼脫漏 或者不是脫漏 有什麼我可以補充 這件事 我就知道關於韋伊山 連梅宴芳我補充一點點的東西 然後你說 關於蔣志光 其實蔣志光 我這麼多年對她的感覺是非常好的 雖然我對她認知不大 但我有時試過都看過別人寫她 因為她翻紅了 這個雙逢何必塵 我一直都覺得她的戲好 還有這個人很有內涵 我感覺的 那她真不真有內涵 我又不知道 那我就看一下關於她的報導 她不爭的 有少少與世無爭 好像你剛才講的 就是你說跟她的信仰有關 應該是的 信仰就是 因為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真的很虔誠 她是很感恩 她感恩 所以就會隨緣 隨緣 她就會覺得上天會眷顧她 應該她有的東西 上天會給她 她不去爭 所以你說 你是不是說那句話 因為她的信仰就 她不拜神 所以她就不能做男主角 她覺得她 因為她是有這個信仰 所以她不拜 那些人就覺得她 太過合 就是你不合作 意思 就是你不合作 不合作 是的 但是她因為有自己的信仰 她就覺得OK的了 她自己說過 你有沒有覺得 懷財不語 有人訪問她 她說她可以 她現在她都感恩 她永遠都 我聽到很多是感恩 她的口裡 這些是報道寫出來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關於她的負面資料 這麼多年來 很低調 我對這個人的感覺是很好 不容易的 她覺得自己是唱得好 是演戲做得好 如果你是有理想的 你說夢想幻滅 那希望就被現實打擊了 那你的夢想又消失了 其實不是很多人可以承受的 所以娛樂圈是最打擊你夢想可以幻滅的地方 這個娛樂圈 根本就不是你可以主宰 每個藝人都是被動 當然你隨波逐流 你去拆鞋 你去做所有人做的事情 你的機會是大些 但也不是一定的 這是一個很偏的行業 很偏的行業 很偏 很奇怪的 你突然間 你見到那些人 有幾十年不紅 突然間會紅 不過有幾個老屁股說的 我尊重他們 不過我突然間不知道 我是老屁股 就是說 你留在那裡 你不要走 始終有一天 會可以的 現在說留在那裡不要走的 你真的有能力的 那些 真的勤力的 目前為止 也好像是 有些真的幾十年突然間會 不過都是紅一陣 你覺不覺得 有一套劇集拿到最佳南配角 然後 然後 就是這樣 有些當然是會紅 但是很多都是拿到最佳南配 或者什麼什麼 紅一點 又會沉寂下來 蔣志光真的 我記得突然間 他那首歌和韋爾先生很紅 有節目 那些人要他出來唱一首歌 他說 其實他自己都說過一段這樣的說話 我記得了 他說 不要了 可能是一陣子的 這些是閃過的 意思就是不要搞了 我都明白這個遊戲規則 現在是彈花一宴的 就免得太過 你信不信懷財不育這件事 你信不信懷財不育 其實我相信的 懷財不育是會的 當然如果你可以說 你厲害的字有人想認識 對 你說得對 因為如果你是厲害的 但是你的性格 是決定你的命運 如果你性格是奇奇怪怪 不對 不合流的 那你就會 這句懷財不育就會打到你的額上 你真的會懷財不育 懷財不育 我知道沙佩你一定會相信 一定會有人想認識 不過如果你 好像我剛才說的 你都不對的 你有幾個 就是你的配件 你裏面ABCD 你只有A你是厲害 但是BCDE你都不對的 那你就不會出位的了 就算你出位都是 彈花一宴的 好像我剛才說 不如我講我的看法 好 好 我深信 我不相信有懷財不育的 第一 我覺得 我講一個 例子就是劉松仁 他都是 如果沒有基準 他是天主教的 他有個宗教 但是他不會去到那個位置 說 因為我不想做主 我不想拜神 所以我不做主角 其實有些工作 你問羅蘭姐 為什麼她可以做農婆呢 她說這個 我問過神父 羅蘭姐說問過神父 我會不會有conference 有個conference中文是什麼 就是有個鬥爭 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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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說 不會 神父跟她說 不會 因為你是賺錢 但是重哥 她是不應酬的 但是她不會去到一個位置 她說 因為我不想拜神 所以我就 之後 加很多年之後 她不是早幾年 幫我神父去做一句 音樂劇 或戲劇 那問題是說 你看羅蘭姐 你看看 劉松仁 阿松哥 他們 阿松哥 都是從來都不應酬的 但是她也是很虔誠的教徒 但是為什麼 羅蘭姐和阿松哥 都可以 就算不應酬 什麼都可以 發光發亮呢 有時候有些時候 你會知道 我覺得是 性格製造命運 比懷財不如 而我為什麼 我不相信懷財不如 It's a matter of time 很多時候 是因為那些人的性格 你覺得自己在某方面很厲害 但是其實這個社會 你的性格 跟別人相處 是重要的 你的能力 是 因為別人給你機會 你practice make perfect 就是別人給你機會 你開始走去 另一條比較 比較暢順一點 跑道的話 你會有多機會去磨練演技 對嗎 是 對 我覺得那些人 譬如說 懷財不如 可能他自己還是欠了 尤其是性格方面 所以我覺得 性格製造命運 這件事是重要 過有沒有懷財不如 我自己本人是不信 有懷財不如 其實是時間的問題 這個機會 你看我現在 很壞財 我是 small potato 是不是 我不算 就是我不算一個熊的YouTuber 但是我覺得我身邊很多人疼我 他們真的覺得 你真是一個勤力的人 給你機會 你看這麼多人在推薦的話 他們真是疼我的 這樣 所以我不相信 我相信我有一天 可能比我現在更加好 但是我不會在這裏 就是說 唉 為什麼呢 我曾經試過我失意的時候 但是我很快又站在身上 因為人始終有情緒 最重要你跌倒的時候 你很快可以站在身上 但是如果你一直埋怨 天不給你機會的話 那其實你又沒有機會再站在身上 我覺得 是 你是classic example 性格決定命運 為什麼呢 不失意 醫生人一定會有的失意 高 低 起伏 但是就是因為你的性格 我讓自己不開心一點點 一會兒 然後我又立刻站在身上 就是你的性格 那性格就決定你有好的將來 因為不會打敗 其實我也是一個這樣的人 人生一定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但是沒有時間不開心 How about that 是沒有時間去想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你就要去衝啊衝啊衝啊 這個就是我的性格 是keep moving 因為不開心一定有的 你要做的一定做 但是有些人會停動下來 我讓我feedback一擺 這件事我和你很像 這件事我和你很像 是 很積極的 有些人要feedback很久的 我和有些朋友說 你一feedback 你就沉下去了 你真的容許休息一下 只是幾天而已 我自己一個星期都不會有 那你要繼續 不開心的時候 你都可以繼續向前的 你的心不開心 但是你都可以繼續去向前 做你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停一年啊 停半年啊 人有惰性的 其實一停了呢 你很難回上來的 我好認同 好認同你說這句話 你一人有惰性的 你一被自己沉了太久的時間 你很難再爬上來的 就是等於你現在 你inspire了 啟發了我想 一個人跌了到井那裡 那個井呢 可能越來越滑 一會兒下雨啊 那你再爬上來的時候 越來越難的了 就是等於或者你跌到井 你跌了一半而已 如果你用盡 你可以很辛苦爬上來 因為你還有一個井口 但是想著 哎呀我很累啊 我可以跌了下去 才慢慢爬上來 你跌到底裡 你就爬上來了 很難啊 用這個例子講一下 其實呢 疫症來說呢 很多人可能就是沒有一份工作 但是如果你每天都睡在床上 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學的話呢 到你再重新去回社會 適應回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兩年已經和這個社會脫節了 因為人的生活習慣已經變了很多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所以有些人 其實我認識一些朋友的朋友呢 是疫情 人家也是 我又不可以說他們高薪 或者他們做營梳 或者做什麼 總之被人在疫情中 在美國 他們不是去做那些 香港也是 那些送外賣 是 自己開 哇 非常好 非常印象 是啊 你現在做什麼 是啊 我沒有做過 他說他送外賣 你送外賣 我不是只是送 我自己開始一個行業的 但是自己也要送 因為那時候是很好 現在差不多每個人都流行 香港的藥 賺很多錢 是啊 你不會想一下 為什麼呢 政府給你一筆錢 給公司 那些有工 因為那時候 我們美國 就算香港也是 補貼 那些人補貼了 有人就會想到 在家裡睡著 都不能外出 有些人就會想一下 其實那時候 如果你想送外賣 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是一定有得做 因為根本是請 不夠人請 那這些就是看你的性格 你可不可以放下身段 因為有些機師都是做這件事的 有些 我的舊同事是做這件事的 你真是聰明 我記得你說 人家打電話進來 你都知道有些是舊同事 你那個十二個小時直播 你所有人都說 不要緊的 人家是做開空者 不要緊的 你每一間餐廳起床 一定會回頭的 你就走去每一間餐廳 問問你請不請人 還有 你叫人家去執訪 你都說要 那這些不是 我不是說不行 心理的線路一定要通過 因為很難做空者 你做客機任何一個部門 那些人都覺得是很好的職業 然後是人家打電話進來 不要緊的 你做YouTube 我幫你的 那個人都叫做YouTuber 不是的 我的舊同事之後 他們又開YouTube 然後有些真的送外賣 是的 我的Junior 有些老總也去做COVID shop 就是 服務人 那些 那些人都可以做的 嗯 還有我另外一件事 就是覺得 其實做人要居安私危 你以為我今時今日才開始 學習這麼多 一腳踢自己做了所有事情 你以為我現在離開舊公司才開始 學怎麼做YouTube 是不是 你做了幾年 那時候還沒做全職 就是拍下行山 旅行 但是我覺得做人 譬如今次的疫症 真的要給大家一個教訓 就是要居安私危 你怎麼知道今天你好像很安穩 但是明天你怎麼知道你自己 還保持著一份工作 或者是否還很健康 可以養得活自己 所以我真的我覺得是 就是我從小 就是出來做事 沒多久之後 就體驗到居安私危 這件事 還有每一天都要學一些新的 我覺得是重要的 其實我覺得中國人 已經比任何一個民族比較 是什麼 因為中國人喜歡儲錢的 我在這個疫症裏面 又見到一件事 就是如果那些外國人 他們真的每個月 餐穩餐吃餐餐吃 就算你賺很多錢一年那些 因為他賺很多年 可能他買一間很漂亮的屋 他要供 那他的車也是供 那些子女去很貴的學校 也是供 你就算賺二三百萬港幣一年 你都不是很多錢剩 那你一個沒有了份工 你可能頭過半年 就是有些錢 付出金那些 然後你就沒有了 你是每個月一定要出的 那些錢 你是有出沒有 好像水一樣流出來 那你說這些高層 有些是普通打工仔 一份工資 和我老婆 就是要供了所有東西 那很多人都失去了 直接很多人要 睡在一個帳幕上 我們那時候 有個地方 睡在車上 很多的 變成乞衣 但是中國人真的 我沒有看到乞衣 中國人在美國 因為現在 雖極都有家幫 雖極中國是流行 喜歡儲錢 對我才是 是的 就你那些比較高層次一點的 就是喜歡不停學東西 但就算不是高層次 都是中國人 永遠都不會衰到 一兩年都頂得順下的 那這件事是我們中國人的優點 因為我做事 不久之後 我就體驗到一件事 其實呢 知識都是財富的一種 資源的一種 你不斷這樣 絕對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講到面相 因為那個田窄工 就是我講過 眉和眼之間的位置 你看到外國人 他們那個田窄工很窄的 你留意一下 是的 所以他們 你說住大屋的 但是問題 因為我跟林國雄學面相 他就說 外國人 那個田窄工很窄的 所以他很多時候 洗腳不押腳 所以他很多時候就沒有錢 我聽過那時候 不知道誰跟我說 如果 我昨天都說過 那兩個眉太近 你可以幫到一些 不知道哪些師傅說的 你可以蚊 那如果你眼睛 如果你眼睛很大 就是跟他的距離很近 你也是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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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幫助一些 當然不是轉了你整個人的性格 是幫助到一些 這個是OK的 我怎麼理解呢 就是因為你看看你的樣子的時候 你因為拔了幾條毛 其實你不要說 因為我做臉時 是會幫我修眉的 那你修眉 其實拔幾條 都可以令到你的樣子 看上去是不同的 是啊 是啊 這條毛其實很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 你看看鏡的時候 覺得你自己的樣子順一點 譬如說那些人太狠 如果拔開了 你這個人就沒有那麼執著 看自己的樣子舒服一點 那你自己看他自己的樣子都舒服 別人看你的樣子都舒服 自然那些貴人就來的 不會見到你閃閃閃閃的 這是很重要的 不用多 你修得乾乾淨淨淨淨淨淨 這個已經是第一 好像你說 如果你的眉太粗的 你的眼睛又不大 你就真的要修飾一下 幫助的 那些師傅都說 完全改就不是 但是絕對什麼 什麼都有得幫助 順眼 順一點 你什麼都做一下這些 又做一下那些 夾夾起來就是一碟送來的 有用的 好啊 因為我下一條影片又出來了 又講一下貴人 和這個敬敵的妹姐 講師騎車怎樣改變了 這個蔡志光 跟著我們講一下 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經歷 不知道你有沒有 那我轉頭給你電話好不好 好 謝謝 拜拜 其實Pauline這個人 她有很多人生經驗 那我覺得其實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聽她說話 都是有個原因 因為她說得都很生動 是不是 那我很期待 是又去到下一條影片 又可以去聽聽她 和我們分享這些生活智慧 好嗎 那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拜拜 你們應該就 按上面那條link 好嗎 OK 那如果 對了 你們有些不懂的 就按回這裡留言 萬禁向上推那裡 最頂那裡 就是一條link 好嗎 那待會幾分鐘再見 和大家在聊天 越晚就越juicy 哈哈哈哈 對了 對了 好的 好 待會見